是的 最近爆发出来 就是前几年 我妹不是来我家了吗 你妹去你家了 对 我妹 我们家离过很远是吧 就是几年来一次 然后她说她要回去带菜 然后我想着 这一次总会带一只鸡过来吧 然后结果呢 你们这就是一只鸡 就在那儿干就干上了 主要是 她不回家带菜 那你如果说是一般的菜 你回家带什么菜呀是吧 我肯定想让我带一点 等于她回家去拿菜去了 带一点就是说 在寺里面不好买到的菜是吧 就是说带一点土鸡啊 土鸡蛋这样的 然后结果她回来两手空空的 我说你怎么没有带 她就说那是别人的 你就不要想 就感觉我像捆老一样 这个就是不太应该吧 其实不是说别人 从一开始到现在 你叫过他们爸妈吗 你爸妈 不叫爸妈是因为 有一次我们两个吵架 他们看到了都不拉 所以你不叫公婆叫爸妈是吧 我一开始叫 我后来就不叫了 看来矛盾还挺 行 挺明白了 一只老母鸡引发的血案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家小孩都七岁了 爷爷奶奶都没有给小孩 买过一件衣服 那么稍微给孩子 拿着买个九块九的衣服 他有那个心意了 就是先生心里有气 妻子心里也有气 是这意思吧 你觉得这个自己的公婆 对自己不好 先生是觉得自己的妻子 没有做好跟父母的这个工作 所以才导致成这样的 是吧 那你怎么不在中间润滑润滑 反正他这个人就没做好吗 对不对 你的人呢 问你是怎么做的呀 我是怎么做 那你回家吃老母鸡吗 说实话 他回家他妈会给他上鸡 但是我回家的时候都没有 好 第一回合咱们就过吧 你也承认不是好儿媳 但是是有原因的 是还是不是 是的 因为公婆对我不好 所以我也对他们不好 逻辑是对的 好 行 不是好妻子 不是好妻子就是说 他实在是太懒了 什么事都不做 说他手不能碰那个油腻的东西 你就不做算了 我做 然后呢 洗衣服也是 一堆全部放洗衣机里边 然后洗完了以后 也不知道量 然后等到我打开的时候 那都臭了 我上班我这忙呀 你上班我不上班吗 那有的时候我会忘记 也不是说经常那个样子 你忘了一次两次 那也就算了 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家屋的话 你不就做个饭吗 然后那拖地什么 不也是我做的吗 你拖 你就偶尔拖一次 而且看得到的地方 好 你拖一拖 看不到的地方该怎么脏 还是怎么脏 最终不还拖 那还是我拖得多呀 你只会挑毛病 做个饭你也心不甘情不愿的 天天只在邻居说 你看人家还是带得好 家伙做得好 天天就想让我给别人比 问题人家没有上班呀 我还在上班呀 你不上班 同样这些事情你也做不好 你看你娇气的 洗个衣服说 我手会起泡 然后会揍 做个饭 那油腻腻的是不是 反正行 还说不是好妈妈 说说吧 就月初吧 孩子领成绩单 全班的同学 四十多个人吧 四十几个人 我具体我也不清楚 那你这个爹当的对吧 行 接着说 然后大部分都有短状 就我们家小孩没有 我回来我肯定恼火 因为扶导孩子这个工作 基本上他就是在搞 在管 孩子多大呀 七岁了 上一年年了 因为一直都是我家辅导 然后他也没管过 结果他领成绩单 发现成绩不怎么好 第一件事就是责怪我 都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 因为考试前几年 我在考驾照 我让他辅导几天 他都能睡着 他自己做的都不怎么样 他还在责怪我 当天我们就又吵了一架 我责怪你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每次辅导的时候 你都在玩手机 那你在干嘛呢 我在做家务事啊 还有家里一大堆事情 都要我干呀 我看手机是因为我也上班 我也很忙 偶尔就是说 可能坐下来闲下来了 边看着小孩写桌页 然后偶尔看下手机 被你看到了 你就要讲了 你就这两件事 哪家不上班 我也上班 但我回来 我做了多少件事 我说要辞职 你为什么不让辞职呢 我说我辞职 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 你就是问我不去找工作 也不敢让我辞职 事实啊 对啊 我承认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什么技能 他现在到底是做什么呢 资料上说的是电商 对 电商 我们工人是看网店呢 对 基本上他在家里 只要有他电脑 就可以工作 就这个意思 听明白了 所以他时间很充裕的 你知道吗 因此你想跟他离婚 是吧 对父母不孝顺 对家庭照顾不够 对孩子又不上心 是吧 你的意见呢 他想离 我就跟他离啊 问题是 他离婚 他也就嘴上喝喝 我要离 他又不离了 但是我现在 忍受不了他了 你忍受不了他了 对啊 他老是 这个反转的 他老是想我乱花钱 我自己挣的工资 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说 家里的赤专住行 都是我负责的 他还想我乱花钱 天天问我 你的钱都存得难去了 不是 你们俩的钱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怎么管呢 他的工资 他就还房贷 然后我的工资 就是家里的赤专住行 水费店位 物业费 知道了 知道了 对财务上也倒了 然后他还嫌我 没存下钱 你存钱了吗 我存了呀 你知道他存了多少钱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控制他 但是他却控制我 行 他衣服一年到头 都是我给他买的 他自己都不买 都等着我买 到最后还问我的 钱去哪里去了 这是在经济上 他有点抠门 是的 还有什么原因 让你想跟他离婚呢 还有前段时间 我们不是又吵了一个家吗 就是天润了 我说可以开空调了 他就说 你建谁家开空调了 然后我说 你看一下 就是别人家 那个空调外景都在想 他就这样讲了 说反正我就不开 我又理做那样 不开空调 这也闹离婚呢 这为啥呢 我也想不明白 就是三观很多都不一样嘛 他现在 我可是不开空调外景都在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